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看我開的SUBARU要來幹嘛呢 我今天來到的是台灣義美汽車中立工業區的總廠 我常常收到很多網友的留言 他們都說SUBARU在台灣的收入服好像不盡理想 當然偶爾會看到一兩個車主留言說 我覺得好像還好也還不錯 但到底SUBARU在台灣的收入服怎麼樣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 今天我特別跟朋友借了一台SUBARU 來充當一日車主 我們實際上去體驗一下SUBARU的服務怎麼樣吧 陳先生您好 今天我們有預約做半年的保養 對 那這邊的話 手煞車幫我排到P檔 貴重品幫我帶著 鑰匙幫我放車上喔 好 我就做一般的保養 好 就可以了 做一般的保養 好 OK沒有問題 我們稍微拍一下OK吧 我們稍微拍一下OK吧 稍等一下我這邊幫你做個確認 好 那你幫別人稍等我一下嗎 好 好 還是跟他講一下好了 陳先生這邊幫您詢問過我們主管是沒有問題OK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做半年的保養 那車子行駛上都還好嗎 有沒有什麼需要自私特別檢修的 呃 幫我量一下胎壓好了 好 沒有問題 胎壓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我都會請就是順便幫你檢查一下輪胎 好 車子保養好以後幫你洗個車方便嗎 嗯 好 好 那車內也會順便幫你支撐 那我們今天是在場等候嘛 對 好 那沒有問題這邊幫我簽個名 那這邊我帶陳先生裡面請 帶我們 帶你到客收市收拾一下 好 我們的咖啡飲料都在我們的前方可以自行取用 好 對 那這邊您稍坐一下 好 那我待會的話就是幫您去提一下我們保養的工單 好 那這邊稍坐等待 好 欸我請教一下 那個林口那個logo是什麼意思 哦這個嗎 這個是那個我們年度的服務執行 哇 那我這麼幸運就剛好被你服務到 對啊 剛好 剛好是我服務你 對對對 陳先生您好 這邊就是跟您說一下我們今天保養的項目的部分 嗯 那我們今天是做半年保養 嗯 那這邊的話包含我們剛剛車子要洗一下 嗯 然後還有內部的吸塵 是 那再來的是說剛有提到的胎壓的部分 我們要做個檢查 是 等一下我們今天就是基本的機油油芯墊片做更化 那我們現在機油我們是用5W30跟上市保養的是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都是為了因應環保 我們就是不是用瓶裝油 我們是用桶油的部分 哦 那我們加多少用多少 嗯 就不會有剩下來的機油的問題 哦 對 那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幫我簽個名 好 好 那車子好了以後會再跟您做個通知 那如果說有需要到我們現場看車 這邊出去右手邊 嗯 就可以看一下我們保養的車 好 那我是今天服務你的專員我姓王 那 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找我的話 我就在前面櫃台 好 左手邊就可以了 好 謝謝 不會 謝謝您囉 謝謝 謝謝 我們就去幫您做保養的部分 好 謝謝 做個5S檢查好了 蛤 蠻乾淨的啊 好啦 我要上這組不要再拍了 好 好 剛剛我們看到剛剛那一位接待是 服務之星 嗯 反正現在沒事來訪問他一下好了 看到底什麼叫服務之星哦 嘿 你好 你好 我剛剛問你說你這個服務之星 嗯 簡單訪你一下 可以啊 因為現在沒事 嗯 請請教一下你這個服務之星的認證機制是什麼 嗯 其實我們是一年的話它會有大概四季 那會去做一個全省的評選 嗯 對那 各家保養廠都會有一個推薦的人選 對 然後給 就是總公司這邊做評選 那如果說您是全省的第一名 總公司會挑出一個 那會到新加坡做一個獎勵旅遊 哦 對 就是獎勵這位服務之星 哦 原來是這一行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平常在服務的流程 大概是哪一些 一開始客人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 會詢問一下客人今天是要做什麼服務 嗯 那有的客人他是做保養的部分 那有的客人是問題查修 嗯 對 那我們一般就會帶客人先到裡面 那跟客人做一個基本了解 比如說 嗯 我們車子是在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些 有 比如說狀況的時候 嗯 那我們這邊會做一個註記 嗯 開禮公單 那會再去跟計師說明一下 那如果說有需要到試車的部分 我們會請客人 因為其實客人跟計師試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話都是會先跟客人問診了以後 那再去跟計師做回報 嗯 像你在這裡這麼長一段時間啊 遇過很多SUBARRO的車主客人 大家一般喔 對SUBARRO保修最大的疑慮是什麼 疑慮嗎 嗯 其實客人都是網路上看到的問題居多 那其實網路這些東西 每台車它發生的狀況都不一樣 對 比如說好 客人今天他 因為客人都喜歡Google 嗯 或是上社團去詢問 比如說他今天車子 比如說他冷氣不冷 但是可能一樣的問題不會發生在 每一台車上 對 嗯 所以說我們都會建議客人 因為客人會打電話進來詢問 那我們都會建議客人說 實際上 您車子開進場的時候 我們請計師幫您檢測 對 會比較準確 我剛剛其實有問計師 計師說SUBARRO的妥善率其實還算不錯 嗯 因為其實我們保固的部分 其實只要非人為因素 那不是消耗品的部分 其實我們保固都還滿完善 我們沒有說阻擋客人 對 除非是說人為因素 或者是操作不當造成的 那這當然另一當別 對 所以照理說我覺得 我認為日系品牌應該 妥善率還算 對 蠻不錯的 還不錯 對 以SUBARRO來說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保固 如果說今天客人要出保固 我們客人的滿意度都蠻高的 嗯 應該也很少出到重大基建的保固吧 重大基建比較少 嗯 你們現在是不是問卷一定要十分滿意才算 其實就是都希望客人十分滿意 那當然如果說客人有一些意見 想要回饋給我們 我們也是很樂意接受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要改進 與學習才能成長 這好像官方的回答 對啊 因為我們比較嚴格啦 我們都是希望客人給十分 因為九分就一定是有哪裡做不好 所以各位SUBARRO的車主 客戶滿意度沒有給十分 我們的專員 是很困擾的 我們也要寫檢討報告 我為什麼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我給過九分 然後榜場就打來了 對 哇 跟我糾纏很久 因為有的客人他會認為九分是他的高分 對啊 但是對我們服業來說 十分才是我們的十分滿意 十分才有滿意 對 沒錯 這個一定要撿進去 這一定要撿進去 反正現在保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們在這裡很無聊 客修區域有蠻多客人的喔 我隨機抓兩個來訪問一下好了 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小七 可以稍微訪問你一下嗎 可以啊 請問喔 請問你為什麼會買SUBARRO的車子 因為最初是那個朋友介紹 然後後來是實際過來看的時候 然後發現他的那個車子的外觀 都不錯 而且他最主要是有水平對外引擎 那聽說很穩定 因為我之前是開Outland 所以後來覺得SUBARRO的性能真的不錯 而且安全性很好 所以你是開哪一款車 我是開那個Outback 那你買那個車子之後 對SUBARRO這個品牌滿意嗎 滿意啊 因為現在就是我小孩子坐後座啊 就轉換的時候都比較不會晃 對啊 所以他跟之前比較起來的話會比較好 對 那服務方面呢 我很喜歡在原廠服務 因為我的車已經四年多了 但是我一直都在原廠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服務品質不錯 然後又有很好的休息區 那可以讓我一邊做工作這樣 我好像坐你對面看你都在一直在工作 對 因為本身的話 因為這邊可以讓我們比較放輕的一些工作 所以其實不會吵詐 那您車用了四年多Outback吧 對 那有任何問題嗎 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車子的穩定性都不錯 所以我有那個朋友要買的話 我也會介紹 因為我們朋友同事有很多人都買 後來就買SUBARRO的 預計要再買第二台啊 就是我是建議也是用那個SUBARRO的這樣 好 我們這次在臨時訪問 所以我也不認識 先生請問您貴姓 我姓魏 魏先生 魏大哥 謝謝你 謝謝 臨時訪問 魏大哥你要記住喔 要上 要上 我們現在進到零件倉庫了 來看師傅打油 我們通常用的機油 就是從這個大罐原裝的桶子 裡面因為比較環保 然後打出來的 這個機油真的原廠機油耶 你看上面 它原裝的這個條子 有寫SUBARRO engine oil 然後但是擺模特的機油 然後是5瓦30的 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 我們保養 大概像SUBARRO的車 大概多久保養一次啊 我們是5萬公里才做的是保養 1萬公里 但是如果比較少開的話 會建議半年提前來做保養 像我這一次就做的就是半年嘛 因為這台車非常少開 對 半年就是會做一些基本的換機油嘛 那還有5瓦30的檢查底盤燈光等等 那我們現在一般像我今天做這半年的保養 大概施工的流程會是什麼 嗯 嗯 一般來說我們把單子接到那 知道說今天要做什麼項目 進來的話我們先看燈光 嗯 還有雨刷等等 還有室內的電動窗啊 嗯 冷氣啊 音響啊 等等的作動 先稍微檢查一下 對 然後撐起來肉機油的時候 再檢查底盤 輪胎胎壓等等 嗯哼 對 相向去檢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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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 可以直接鎖在這個機油蓋的座上 現在完工之後 他們會請他們的組長 來做一次品質的確認 其實我覺得這整個 維修的環境和維修的過程 跟其他的品牌 坦白講流程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東西 他們的工程規範還算蠻嚴格的 比如說他們也有檢查的制度 確認組長要先完工之後要做確認 然後組長要再工代上簽 這個是可能其他品牌 比較少看到的 應該差不多快完工了 剛剛看已經好了嗎? 他們剛在洗車 不好意思 謝謝車 妳好 那我們今天保養的步驟 差不多都已經OK了 那車子也幫妳洗好了 那這邊跟您說明一下 胎壓的部分 其實有幫妳檢查 輪胎都是沒有吃到釘子 沒有任何問題的 好 那胎壓也幫妳打 就是36 那我們今天就是更換 既有油性電篇 這邊都已經實作完成了 這邊會有一張表一起給妳 我們燈光跟就是 煞車油邊屬香油這邊檢查 都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藍音片的部分 還是有10mm的部分 後面的話就是8mm 那胎紋深度的話 還有大概7.2左右 都還滿夠的 好 那待會OK的話 我就帶您去做個結帳的部分 好 好 結完帳喔 可以走了 謝謝光臨 謝謝 老闆 要不要買一下這個模型車 模型車 喔 可以喔 這不錯喔 老闆好像滿喜歡的 好啦 每個顏色都來一台 好不好 每個顏色都一台 好 我們來送這一次的觀眾好了 看我們影片的觀眾 我們就來送 來 梓先生是幫你準備的車子 好 謝謝 請您看一下 這個六台 這獲台 好 有一組我自己收藏 其他的 送給我們的觀眾 至於怎麼樣獲得 影片看完 會告訴你們 這一次的保養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早上10點半來 大概中午前就結束了 大概花了1.5小時的時間喔 整個服務我認為還滿周到的喔 當然啦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是因為有跟他講 我們要來拍喔 所以他可能會特別 對我們有一些特別的領域 但是呢 我想我們這支提供一次 這個體驗喔 也讓我個人解鎖 沒有到SUBARU保養廠保養過 把它實際上來體驗一次 那也提供大家一個範例 就算他們可能是因為我們來拍 所以服務特別抽到 或者做得特別仔細 但是也讓大家 尤其特別SUBARU的車主 可以了解說 保養是每一個步驟 總代理的要求大概是怎麼樣喔 那他們一定是可以做得到這樣子 那如果說做不到的話 這個就大家可以再進一步的要求 但是以日系品牌進口車的整個 後續的服務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的方法算是還滿滿意囉 那下一次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希望我去哪裡 哪個品牌來做突擊檢查 如果各位有希望我去哪個品牌的話 可以利用底下來留言 如果說大家可以提供車子 那當然更好了喔 你提供車子 我們去突擊檢查 我就幫你付一次保養的錢 這樣好不好 好啦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喔 那這一支影片呢 我剛剛有多買了很多模型車 想要的記得在底下刷留言 看第一則留言 我們會公布整個辦法 讓大家再來看怎麼樣 可以獲得這些模型型車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裡喔 拜拜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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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